这应该是赵丽颖最憋屈的红毯吧 一上场就被两位李仪左右夹击 请她到广告车前合照 原本营保并不愿意还看了团队人员一眼 怎料两位工作人员强行将她给架了上去 一向和善的营保也瞬间就黑了脸 从她拍照时撇嘴的表情也能看住 她对主办方的这种割韭菜行为十分不满 反观同样身为顶流的杨子就深谙主办方的套路 走红毯石头也不抬直接无视广告车静止走过 毕竟在前年的八杀红毯上 她就因为这个吃了大亏 同样也是刚上红毯 就被两位礼仪驾上去与广告车拍照 在四处查看没有找到助理后 杨子也只能配合着上前和广告车拍照 白白又被主办方蹭了流量 不过要说被主办方割韭菜最惨的就要数龚俊了 当年龚俊第一次出席八杀红毯 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个广告 还上前开开心心的合影 非常敬业的摆出各种姿势 单手摸着金主爸爸的车拍照 将天选打工人的素养发挥的淋漓尽致 结果事后也为他身上有代言 差点被品牌方警告 吃一欠掌一掷 所以在下次再经历八杀红毯 被要求与广告车合影时 龚俊也是二话没说就选择掠过 闪得比兔子还快 注意看范冰冰一把将杨幂拉到自己身前 只因秦海禄此时走到了台上 站在范冰冰这边的杨幂 看到范冰冰的态度 自然也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镜头下 杨幂嫌弃地打亮了一旁的秦海禄 看到镜头扫过来后 更是直接蹲下身躲避镜头合影 明星之间的派别战队 观众们看得明明白白 张子怡对C位的执着 从当晚的合照就能看出 见到自己的C位被抢 张子怡心里也是老大的不爽 直接在主持人讲话的时候 翻了一个老大的白眼 接下来的合照环节也是胜负欲满满 直接露出半边相间 一下子就吸引了所以镜头 不过在真正的大佬面前 张子怡可就不敢这么嚣张了 在被影节红台上 陈凯歌看都不看 他一眼就一把将他推开 雨爆火后的张颂文热聊 张子怡根本不敢当面表达自己的不满 只能拉下脸皮找话题和张颂文套进火 一扬千玺上一秒还是满脸笑容 但转头对着周冬以后 笑容瞬间消失 在后面的摸头纱缓解 一扬千玺宁愿摸着制片人的头 也没有和周冬雨互动 直到后面被主持人提到流程 一扬千玺才不情不愿地碰了一下周冬雨的脑袋 可见一扬千玺真的是对周冬雨嫌弃到骨子里了 明星穿衣细节暴露爱国情怀 你看别的女星都已能穿上外国高定为荣 为了艳压又是身低又是高开刹 85岁的吴彦书却穿着一席传统旗袍亮相 不露腰不露腿 却又彰显了高级的东方韵味 在某国际大牌抄袭马面群风波后 徐娇也非常刚 直接身穿一袭马面群就走上了金鸡奖红毯 素雅清淡的妆容 配上中华传统服饰 一拼一笑都显得那么优雅端庄 在新疆棉花事件后 赠离一袭黑白相间的抹胸礼服走红毯 礼服上还别着一朵精致的棉花 直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力挺新疆棉 老戏骨李雪剑无论何时走红毯 都会选择一身正气的中山装 胸前还佩戴着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虽然身上没有其他昂贵的珠宝饰品 看起来也没有别的明星华丽 但却让人肃然起敬 张艺谋也是一样 出其重大场合总会选择中山装 在嘎那电影节也是身穿中山装站在全世界面前 鼻挺的身姿在一众西装面前显得格外耀眼 周杰伦获奖时 主持人让周杰伦用韩语给粉丝打招呼 没想到周杰伦却说 简直把爱国刻进了骨子里